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台湾即将进入到高龄社会了 所谓高龄社会的定义 就是每五个人里面 有一个65岁上的人 就20%的人口进入到65岁以上 叫做高龄社会了 那这个超高龄 应该这样讲的超高龄社会 这个超高龄社会即将在2025年来临 大家准备好因应这样子的一个 人口结构了吗 事实上我觉得 我恐怕至少在政府部门 似乎好像还没有 这个完全准备好 比如说我们讲说劳保好了 劳保年金 即将在七八年后就要用光了 那这个用光其实跟人口结构的变化 有绝大的关系 另外健保也是一样 政府每一年拨补 很多的钱去补健保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健保 健保将来也是会有很大的财务的问题 这些其实都跟人口结构变化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谈一下 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 那我们当然借用这本书来谈今天这个比较 看起来是一个大结构面的问题 也比较严肃的问题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面对他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来临 这本书叫做《壮世代之春》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吴春莱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吴春莱先生是这本书的作者吴春成先生的哥哥 由春莱兄来谈其实也是非常适当的 因为毕竟我想 其实在这本书上您参与也非常多 整个过程都一起 是都在里面参与 那我们刚刚讲说 再过每两年 台湾其实进入到这个所谓超高龄社会 您觉得台湾整体面对了这个心态了吗 就是说准备好了吗 就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这个运动的发生 我们韵量很久 2015年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先成立一个高发会 叫做台湾高龄化政策暨产业发展协会 那时候是前卫生署长杨子良先生 他退下来之后 因为是好朋友就一起成立 因为他觉得未来高龄社会是台湾重大议题 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协会 那这个协会成立的时候是根据联合国 世界衛生组织的这个宗旨 就是活跃老化 当时他对全球颁布的目标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做活跃老化 但是因为那时候政府的政策 就是长照 但是我们去分析 发现长照只占这些人口的 百分之13而已 大部分百分之87 都是健康亚健康的 那这些人是没有人管的 没有人管 等于说退休以后他要自求兜福 那政府也觉得说 他们能跑能跳干嘛管他 我们也没有能力照顾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觉得 我们要照顾这些人 因为我们看到长照的财政 那么拮据 然后照顾人所那么少 那这些人不能倒下去 因为你照顾人越来越多 将来负担很重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 想办法活跃他们 但是做了五年 到了2020年的时候 我们累积很多心得 我们一开始还从 从德国引进一些展览 台湾的北中南 科教馆 科博馆 科工馆 通通展过一起都两个多页 慢慢感受到 这条路走不通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很沉重的 而且没完没了的路 原因在哪里 当时遇到什么挫折 那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也会有很多 算是这个领域的一些连结 包括医院的志工 或是一些高领机构的照护者 他们就说要被照顾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每个都要照顾很久 那这样子下去的话 我们这些没有被照顾的 再加入了之后 他们会没有办法负担 而且我们想说你这样弄 你的前景是什么 你有一天能解决高龄化的问题吗 你就等着他躺下来来照顾 那现在医药进步 那个高领医学发达 你一直可以撑在那里撑很久 现在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说这样不同 而且整个国内的经济 消费能力 消费力都很差 停滞 那我们那时候就一直想一直想 2020年的时候 有一天春晨 因为国际老人日10月1号 我们应该要发表一个宣言 他想想想 后来他在梦中听到六个字 壮世代壮时代 冲壮的壮 壮世代这三个字跑进来 然后接着是冲壮时代 这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在想这些事情 一直一直一直绞尽老师 突然在梦中就有这样子 额灵机的移动 对 就代表他其实没有错 一直在酝酝 他在梦中的概念 因为他写那个宣言 他自己在那边他觉得 城墙烂调 表无心意 他觉得写不出什么 有建设性的东西 结果那时候疫情 然后中午在家 轮班在家上班 午休的时候 突然然后他一讲 大家都觉得很好 我们就立刻办活动 发表宣言 而且在立法院的中心 躺召开记者会 就用这六个字 发布出去 然后壮世代教科 人协会同时成立 然后就找了很多学者专家 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其实感觉就是在讲自己的心声 因为我们都来到这个年纪 就是在这 然后我们觉得说 每天工作都还充满梦想 以后要走的路 以后想做的事还很多 充满热情体力精神都很好 为什么我即将成为法定的老人 法定的老人是很可怕 对65岁即将成为法定老人 OK 你看我们的社会原来的观念 其实整个社会已经改变 寿命延长 但是我们的框架都在50年前 就是老人 老人福利法 劳动基准法 有关退休的规定 规范的时候 50年来整个实际状况 寿命健康的延长 改变很大 但是制度观念 这个框架没有什么动 这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 就让现在这些 我们称他壮世代这些人 格格不入 然后动不动就被称 你是引法主 听得都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那时候即使是这样 酝酿出来 酝酿出来就觉得说要彻底改变 而且我们觉得说要去老化 要去老化 要去年龄化 应该要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你的热情能力 你的意愿才是决定能不能继续工作的原因 而不是说你到几岁一定能做什么 几岁一定不能做什么 毫无意义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音量出来 那一开始到处分享 很多人每个人都很振奋都说对对对应该这样子 但是觉得他讲完回家就忘了 所以就去年我们就决定要写书 七八个月的时间这样子把它结构化 还参访安倍的三支建理论 我们也是写三支建理论 从个人产业到政府 全面要动 全面动才有办法 个人心态上面要建立 个人就是要觉醒 觉醒 觉醒就是要建立正确的定位 所以我们说这是从 你看银法族这个是很负面的 银法族你去Google去搜寻 那那个关键字云土衣服过来都是负面的 退化行动不变 不然就是很多毛病 失能 不然就是很固执不好沟通 就是说老这个传统的印象是很不好的 但是你给他说你是壮世代 没有一个人会拒绝 对啊我很壮 而且壮感觉是很壮阔很开阔 正面赋予他的意义 正面赋予他 然后给他一个正面的定位之后 让他把银法族的帽子脱掉 戴上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眼睛看出去的 心中所想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视野的调整 视野的调整 心态的调整 把它翻转 OK 翻转 然后要这样子出发 才有一个开始 那企业上面要怎么去射出这一件呢 企业 个人的部分就是说让他了解觉醒 对 而且告诉他你是壮世代的原因 我先把壮世代的定义讲一下好不好 好 壮世代呢 因为我们去分析这个族群 大概五十几岁到七八十岁这一些人 就是其实就是范琛的这个三四五年级生 他是战斗银河草大量生育的时代 好的一批人 他们已经都走到这个年龄了 好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即将退休 那你看他们的一生经历过什么 他们出生的时候都是在农业时代 他们知道贫困是什么 再来呢台湾就全球大概七八十年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稳定和平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全球快速发展 那这七八十年的全球发展 所累积的文明成果超过过去四五千年 人类所创造的 甚至年龄 你知道两百年前 人类的平均寿命才四十岁 这两百年人类的寿命多出一倍来 所以你看这样的成果 然后这一些人 就是走过这一段的人 所以从工业从农业走到工业 走到这个教育普及化 所以他们的知识 从经商旅游 走遍世界各地见多识广 然后走向这个网路化 甚至他们都有共同的民歌时代的回忆 然后他们走到证券化全球化 来到今天是什么呢 这个AI机器人 甚至元宇宙的时代 你看哪一项不是他们带头冲出来的 而且他们都在线上努力学习 所以因为充满机会 他们要把握要竞争 从国内竞争到国外 甚至有很多是国际的标杆 所以这一批人是一辈子都在学习 都在竞争 然后他经历过这样的历练之后 他累积能力 累积经验 累积财富 因为机会给他们 他们也把握 走过 是不是这一批人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甚至称他为叫做 人类史上的新人种 新人种没有过 因为史上没有人有这样的好机会 可以这样子走过 七八十一年的稳定 快速发展 而他们都参与其中 所以我们觉醒就是告诉他说 你不要忘了你是这样 你是创造奇迹的人 对 基本上我也是属于这个壮世代 你正好讲到五年级 三四五年级 其实我正好属于这个世代 你也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也要一起来觉醒 我觉得刚才春台兄讲这一段非常棒 就是给大家一个启发 就是说其实退休 我们过去可能太着重在那个阶段性的转变了 对 事实上 它只是一个 我讲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对 你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延续的过程的话 其实退休65岁 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重要 没有错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这个人口高龄化 甚至进入到超高龄 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 这个已开发国家越先进的国家 经济发展越快速的国家 其实这个问题越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以联合国人口老化指数来看的话 最严重是日本 所以刚刚春台兄谈到了 就是壮世代这个名词 让我联想到日本 它其实也发展出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后中年 也就是说 其实中年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后中年 其实日本有很多的 我觉得值得大家思考的人力规划跟运用 尤其是在我们刚刚讲说 可能过去被大家视为是 这个65岁以上一定是领法族这样子的人 大家知道说 日本其实很多这个在就业的 都是在65岁以后 事实上他们有非常好的这种人生经验 或者说在职场上面的能力 其实他是可以贡献的 不单单只是因为财务的问题而已了 那我们今天借由这本书 叫壮世代之春了 刚刚春台兄已经把这个壮世代 这一个新的名词 由你们发现起来的新的名词 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 那既然壮世代 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改变 而且要去面对的事情 就改变过去的社会既有的这种观念 去面对一个新的 这样子一个positive thinking 那我们怎么去做 不管是个人或者企业 还有就是在政府三方面 你刚刚讲三件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来继续 请教春台兄说这三件 我知道你们有去日本 讲一下 看了一下就是说这安倍三件 这个取其这里面的一些 可能可以借重的地方 或者是说那概念上面的事情 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从大概十几年前 大家知道这个高龄时代 大家都说 这个商机有多大多大 世界卫生组织的讲说 2025年全球1122兆台币的那个高龄商机 我们的公园院也讲说 2025年有3.6兆 都是兆 但是呢 事实上这几年先投入的产业 大部分都很惨 很惨 没有赚到钱 那其实呢 我们越做越有信心 而且越觉得我们做的这个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三支件嘛 第一支件是从 这个人觉醒 因为个人觉 个人没有觉醒的话呢 他就是 虽然他状况都很好 但是他脑子里面 他戴的是银法族的帽子 就是社会规范 传统再加上 政府法定的65岁也不变 所以他会一直怎么样 被框架住 而且被框架之下 他会一直弱化自己呢 因为他会一直说老了 有时候呢 像法兰祠那个陈利恒董事长 他是一直开创的人 他看完以后呢 他很感动 他说本来很多人都一直阻止他 以为他是怪老人 但是他就充满理想抱负 一直想要开创 他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病 应该干一生 看完以后他觉得他是非常棒的 他是很前卫走在前端的人 应该很多人要向他学习才对 怎么会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第二支箭 第一个就是个人觉醒之后 你才会去改变 不然的话你会受那个影响 你就弱化自己 你其实有梦想 但是很多人会阻止你 你老了你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 你一直弄的 你连要发挥都很难 第二个就是产业 产业现在对高龄者 我们前一阵子做了一个调查 有高龄消费歧视的问题 跟消机会合作 消机会找我们 因为他关心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做调查 百分之八十的壮世代 觉得他的在消费上被歧视 这有例子可以举吗 就比从这个产品面 文化面 通路 还有这个情感面 他们去买的时候 经常会说 你在那边看衣服 他说你是要帮你孙子买衣服 事实上他是找 自己的衣服 他看比较年轻的衣服 就会被这样讲 你知道吗 歧视他 就给 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说 这个换季的来帮他看看 掉头就走 其实他是自己在找衣服 觉得心里有挫折感 有挫折感 今天阵子不是发生一个新闻 一个师大的教授 去买那个耳机音响 结果不懂 那个多问几句 那个业务员就说 基本上我们只卖40岁以下的人 你看他后来在FB就发牢骚 结果他的FB被灌爆 年轻人进去 因为用社群的都是年轻人 就进去骂他 你不懂你不会就不会 你干嘛来那个 你看他是被歧视 他很非常的伤感 就诸如此类的事情 层出不求 那产业呢 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高龄产业 高龄产业他们就 就会说 这高龄者 就是身体退化了 有一些已经不行了 那我有科技 我有技术 我有这个能力 我提供一些辅助性的产品 改善你的问题 让你的生活不变 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你知道 我们在办展览的时候 某大企业的基金会来赞助 他们也投入很多高龄产品 都卖不出去 后来我们找一些高龄者 来帮他测试 测试那些都是科技的 辅助性的 听力 视觉 什么什么那些 结果有一个 这个伯伯85岁 用完我们就问他 伯伯你觉得这些东西 好不好用啊 说不错 好用 将来我老了也会考虑 伯伯你85岁 你什么时候会老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知道你提供产品的人 认为说这些人 因为你的刻板印象就是 他就是什么 所以我就是要提供 帮助他 他是有问题的 他是已经退化的 但是都没有考虑消费者 何况你知道这一群人 走过这样的世代 他们身心灵光变多少的历练 他们内在的感情的敏锐度 对事情对这个尊严的需求 有多强烈 结果他一旦去买 买来用 他就贴一个标签 你就是老人 你不行了 你用了 你就是不行你才需要用 所以就会变成说我除非不得已 不然我就不会用 撑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们就撑这样的产业叫做不得已产业 不得已产业会成功吗 每个人都是勉强很勉强 就尽量不能 所以产业要了解就是说 你所面对的这些TA 已经都不一样了 他们是很强的一代 你要考虑他用你的产品的感受 而不是你一心想要帮他解决问题 那第三支件我们讲一下政府 这个是很严肃的话题 政府 政府 到目前我们把所有的部会 有关高龄的政策 通通把它盘点出来 在那本书里面也有提到 结果不管哪个部会 通通就是福利政策 选举的时候 我给你假牙 我给你眼镜 我帮你争取免费公称 认为说这样够了 我已经人尽意志了 而这些人因为还没有觉醒 他们有些 不错啊 以前没有 现在有啊 偷笑了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不会改善 那不会改善 政府的都用福利 其实我们认为 福利政策简单讲是什么 他用一些钱 把你的眼睛蒙住 让你看不到你未来的危机 你知道他未来的危机是什么 60岁的人 他将他的人生还有30年 你看平均就81岁了 你已经安全活到60岁 你一半以上的人会活到超过90岁 绝对没问题 那30年的人生 他戴着银法籽帽子 他就无依无求 然后社会也没有给他一个目标 我们60岁65岁打开这扇门走出去 就是一片荒漠 因为过去寿命没那么长的时代 没有为老人准备什么 所有的商业诉求都是年轻人 所以他们真的不知何去何从 就好像掉入人口断崖一样 那政府现在也是有时候可能为了选举方便 然后他们又没有觉醒 那用的都是福利政策 福利政策已经引发世代对立了 年轻相对被剥夺感 对不对 就觉得说你这个劳保就是老人在剥夺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老人福利法要修改 然后这个工作权 甚至教育权 我们觉得说 我们为了在社会工作 在18岁的时候进了大学 我们在进入第三人生的时候 也要因为30年很漫长 我们也要去做一两年的专业性 就是好好去思考 我这30年的规划 我的定位 我这30年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觉得进去好好思考 一两年出来会不会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因为现在是连想都不知道怎么想 没有人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 所以包括教育权 现在很多大学要倒了 给他们来念不是很好 也不用补助学费 他们都有钱 然后劳动部 这个工作 这个什么 就是友善高领 鼓励企业友善高领 这个CSR 透过企业评鉴 强调 友善高领 因为现在少子化 劳动力不足 然后这些人如果没有 这些人的 你如果正确看待他 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是国家庞大的资源 没错 很强很宝贵 如果你把他认为说他是淘汰的边缘人 打烊的人 在那边多少算多少 然后用福利政策来弄 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沉重的负担 所以友善高领这四个字本来就错了 对不对 你高领不见得要友善 我不需要你这样子 应该是好好的运用 所谓的 你刚刚讲 善用他们 善用他们 好我想 今天春男兄把 这个壮世代这件事情 严肃的问题 但是非常活生生的告诉我们 所有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 我觉得很棒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让大家 有一个很好的启发 因为我 今天听了也非常的露迷 因为我就是在这个 你突然年轻起来 我就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人 因为55年到民国45年 这10年其实即将要进入到退休了 就是我们想法定退休65岁 而且这一批人 大概有三四百万人 非常大的一个退休潮 我觉得在这个退休潮下面 大家应该都被要启发 而不是被戴上那个所谓的 退休族的帽子 或者是高龄化 银法族的帽子 我觉得社会需要觉醒 社会觉醒之后群起才能 出现一个所谓的社会运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运动的浪潮 希望说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个名词出来了 这个浪潮可以在不管个人 企业跟政府都能体会下 好好的推动下去 变成是一个台湾新的发展的一个社会运动 非常谢谢崇爱兄 谢谢 谢谢崇爱兄今天给我们的启发 再新的一年 谢谢您 谢谢 谢谢